《市民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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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必須先針對城市內存在的問題 以及一些相關的解放 所以在這之前 我已經就銳利的交通建設 一些都分人口流市的快速 城市老化等等 停止不前的相關問題 提出我的見解跟方向 提供社會來做一些討論跟提提指教 這次展現參選的態度 也是在回應自如的期待 根據參選 辦得來是更大的責任跟承諾 我會負起責任做一個 稱職的候選人 提出更多具體的政見 爭取勝利的認同與支持 我一再強調政見的提出 相關的想法的提出 並不見得能夠爬到榮上 但是能夠提出 供大家來做討論 這就是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我要再來看 在我的心中 台北一定要做一個 新鮮的台北 台北要做為台灣的一個首都 一定要強化世界的民間 城市的建設 永遠一直要集中 意氣吸引更多國家 所以跟台北做一個更深入的 一個民間的交換 同時 台北應該是一個文化的台北 台北市的文史體育非常有深厚 市府一定要做好 發掘行銷出的城市的配色文化 除了設立國學館 篡圓文化狼帶 也要善用再度文化的市場 增進各地的街區經濟 此外 台北要努力成為永續的台北人 我們要擴大投入屋領的綠能 加速派換公司電動運動 運用公司計畫 跨局座 推動城市降溫與橋市 投入能源福利 擴大氣候永續交易 以及接近國區 登記